我們今天入住在立陶宛 離舊城區大概有半個小時車程的一個飯店 這是一個工業風的飯店 很大一間 這是外觀 外觀 像迷宮一樣 我們看到門是長車樣 我們住的是319 然後進來 進來之後你就會大開眼界了 這是真的工業風 你看 先看這邊 現在很現代話 然後浴室蠻大的 但這個橋 浴室蠻大的 浴室長這樣 而且浴室算正常 正常正常 教練我在錄影 你要不要摺一下你的內褲 然後我們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天花板 那天花板就長這樣 看到沒 它的燈就長這樣子 真的是工業風 你看工業風 又沒有完全喔 是完全的工業風 然後有衣櫥 然後鋼筋還露在那邊 那邊 有沒有看到 鋼筋露在那裡 這椅子看起來蠻舒服的 然後電視太小了 然後電線你看還照在這兒 然後歐洲的窗簾都長這樣子 然後這間還不錯 它有水免費 然後還有煮水壺 在歐洲有煮水壺是蠻難得的 然後這邊還有茶 還有咖啡 那這酒是我自備的 好我要開動囉